有没有听过水傀儡呢 这种水上偶戏在华人世界有1500年的历史了 不过目前只在越南北部还看得见这种特别的演出 台湾偶戏团长期在台湾发展水上偶剧 最近改编明代的传奇笔木鱼 而且用英文演出 笔木鱼这个作品目前也受到国际邀请将会前往 丹麦和德国参加世界两大偶戏节 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爱情落空 欲望落空的一个故事 可是它很美的就是 它其实是有一个巡回 它有一个从鱼到人 从人到鱼的一个境界 丹凤眼书着法记的木偶 在水边上演改编明代剧作家 李渔笔下的凄美爱情故事 笔木鱼 故事描述西班里对不被祝福的恋人 最后跳江化作小鱼 才终于在一起 人变成一条鱼 以后还是永远在一起 那这个故事好像一直会重演 所以这是很我自己认为是很美的一种感觉 来自荷兰的罗宾研究推广台湾偶戏超过20年 亲自编剧操偶身材高大 即在有限的舞台空间里表演 他乐在其中 两个人有时候操纵一个偶 所以你要搭配的模型要非常好 他在偶戏中带入音乐剧形式 让戏友唱歌讲英文 要重新找回观众 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些故事重新被诠释 被重新年轻人或者年纪大一点的人 重新开始改造 给大家看这些东西多好 我觉得亚洲真的是很大的宝库 罗宾带领的台湾偶戏团 长期发展水上偶戏 希望在线这项华人圈 失传近500年的表演 传统戏曲 它很常常都是在河边演出 以前就在我们大道城外面这边 琴戏来演出 常常都会是在水边 那水傀儡又是现在 一个很难见的一个表演 它是只有在越南 充满东方元素的水上偶戏 接着将应邀前往丹麦跟德国 两大国际偶戏节演出 它们要让偶戏在当代继续活下来 成为台湾社会的共同记忆 一切无纪的主意 现在我们在两国际偈戏 未经典城上 优优独播剧场——《优优》 散力 从上